这场20年来最严重的 就是说街头冲突事件 当然现在所有人都撇清撇得干干净净 看起来面对警方跟司法的 这个追查的动作的时候 每个人都胆小如鼠 最后很可能是这个司机被迫要出来说 车车是我开开过去的 我总是把车开到那个地方 司机如果也不承认那怎么办呢 只好就是扣押那辆那辆车 因为只有那辆车去 蔡英文说本来说黑道 那现在韩送了18个 踏过背景都没有 都没有 没有四大帮派背景 有40个在写巡的 18加40就应该58个 那40个如果查出来 还是不是黑道的话 请蔡英文出来跟黑道道歉 因为当天 是不是应该跟黑道道歉 应该啊 应该 当然 你说我们是黑道 黑道我没有啊 黑道现在是全台湾最委屈的一句 因为他们已经黑了 还被他抹黑当然气啊 对不对 杜学生讲过一句话 黑道是什么 妙虎啊 夜虎啊 要用的时候把他拿出来一下 但是现在格调更差 做什么事情不对了 全部都是黑道干的 好的都是我们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都这样子 过去30年前就这样干的 过去国民党在处理 以前党外的那个街头活动的时候 有知识分子 他说有黑道分子介入 然后掉下去成立一个专案叫围阳专案 我们也集结一些 也结交一些那黑道 来反制这些黑道 搞这样的事情呢 跟王定宇一样 一样 王定宇私底下的时候说 我跟黄如意很熟啊 我们的女家台南那时候 我们我找他一起出道 我们聚一聚 一出事的时候说他不认识 现在民进党有太多王定宇 那这些王定宇们把人带出去说 我们要打仗 一看人家要打你 就说那是他的事跟我无关 所以啊 所以群众运动不是这样子搞 蔡英文想走回头路 跟这个有关系